浩子燈 从红灯转换成绿灯 行人快速通过 就怕走慢了 安全会有疑虑 秒数也会比较少一点 而且它秒数的方位 没有正对路人 所以你有的时候会没有注意到 然后就错过红绿人 然后有的时候车子在左转的时候 车速都特别快 国立海洋大学校门口 正对着三叉路口 车流量大 但行人穿越人行道 担心秒数过短 周边商家及学生近万人 使用率高 金融市议员许瑞慈 建议划设对角线人行道 其实现在来讲的话 就刚刚我说的 从北宁路来的一个游客 他要左转中正路 还是右转小峰街 其实这都开始会思考 那甚至就会再增加 这边的一个车祸危险率 那这边的行人 光海大学生就九千 还有教职人员 那附近的店家住户 其实这边高达万人的行人 有可能会通行 所以要以行人的角度去思考 这个路段的复杂性 跟降低车祸的考量 他还是要化对角线的人行穿越道 两处增加的话 现在在中正路这一段 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 那个假日 或者是上加班电话实际客 他两处增加的话 他这边是一直塞到那边 一路塞到那个 对就一直塞到那边那边去 有没有一种可能 如果我们要折中的话 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是说你标志标签还是化 然后秒数呢 依照时段来做变换 同样在中正路这一侧商家 行人空间不足 导致公车停靠区 和行人空间增道 行人被迫走在车道上 显向缓身 金融市议会议长 童之伟议员许月慈 实际走一趟 建议要画设 绿底白字的标线人行道 这边又是公车 你现在站的位置 就是公车停靠区 那如果公车停在这里 他是学生要从那边走 他是必须走在马路上 那这边就完全被阻碍了 那你如果汽车围停在这里 假设他因为方便买东西 但是他是围停的状态 是三方都是危险的状态 是不是 公车的一个下车区域之后 会有大量的一个行人需要穿越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道路 是完全没有人行道的一个通行 那因为旁边有店家 有商圈 那其实商圈靠的应该是人潮 而不是车潮 所以应该要提供一个完整 让人行通道的一个地方 这样也不会影响店家的生意 海洋大学校门口三叉路口 及周边店家 一直是交通的热点 政府在推动友善行人同时 也要考虑到交通顺畅 避免塞车 政府交通处将进行评估之后 再进行划设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